中国国民党的前主席连战 与习近平会面时把对日抗战定位为中华民族 而非中华民国 而总统马英九今天出席活动是笑而不达 但他强调二战时因为中国牵制日军 让日本是无法跟德国来会师 才能赢得抗战的胜利 连主席的谈话有没有符合您的期待 他说曾洛西领导敌后战场 仅以前浅一抹微笑回应媒体询问 连战一号上午的谈话 总统马英九的答案意味深长 晚间出席抗战胜利70周年 纪念短片发表音乐会的时候 他说八年抗战是影响最大 死伤最重的战役 不过二战能够胜利 国军牵制驻日军的贡献不容抹灭 卢政府总统曾经说过 二战胜利的一个关键 就是中国全力坚持对日本作战 避免了日本与德国会师将战场连成线 这就是我们中华民国 在二次世界当中 最重要的贡献 对于台湾来说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台湾回归中华民国 我们的信念就是侵略的错误 或可原谅 战争的真相 必不能遗忘 为了纪念八年抗战70周年 外交部还特地邀请美国前总统罗斯福 杜鲁门 艾森豪子孙 以及驻华使节团等200多人参加 阵容相当庞大 下午也接受马总统颁发纪念勋章表扬 他们也感念中华民国对于二战的贡献 合唱团优扬的歌声听得如痴如醉 外交部这一次以音乐会的方式 向外宣传制作的五部抗战胜利 以及台湾光复70周年的宣导影片 提醒世人历史走过的痕迹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